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牛博士的頻道 我是Jack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鸚鵡不能吃的水果 還有蔬菜用那些 好 先從水果來講 鸚鵡呢 其實比較不適合吃 薔薇科的水果 薔薇科的水果包含像蘋果啦 櫻桃啊 像羊鯉啊 像桃子 這些食物呢 它的果肉是對鸚鵡有幫助的 但是薔薇科的水果 它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裡面的氫化配糖 會產生氫化污 它的種子呢 會對鸚鵡的身體有害 所以在餵食蘋果 這些薔薇科的水果之前 要記得你是否有 把它的種子清理乾淨 然後也要小心 不要讓它吃到這些食物的種子 就是對它的生命有危險 好 水果裡面呢 剛剛講到這些 薔薇科的水果 那還有木瓜 木瓜不是薔薇科 但是木瓜呢 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 木瓜的果 那個果肉是沒有問題的 果肉也是非常健康 但是它的種子 還有它的葉子 它都要放木瓜 還有它減 這種減輕的物質呢 對鸚鵡的 鸚鵡的殘道來說 是非常傷的 所以說 在餵食木瓜之前 不要小心 就是中子 不要讓它吃到 還有它的外皮 還有它的葉子 也不要隨便 再給鸚鵡吃 好 然後再來 鸚鵡還不可以吃的水果 再來是酪梨 好 還有柿子 這些食物呢 在餵食鸚鵡上 也是都非常的健康 所以也盡量避免 這一些水果的餵食 鸚鵡不能吃的蔬菜有 蒜 大蒜 大蒜跟蒜都不可以給那個 鸚鵡吃 因為這些植物裡面含有大蒜素 對身體 鸚鵡的身體是有害的 然後再來是蔥 蔥裡面有流帶流酸鹽 因為鸚鵡吃下去之後沒有辦法代謝 在鸚鵡的身體裡面長期堆積 這樣會造成鸚鵡一些症狀 比如說嘔吐啦 之類的 好 然後再來是洋蔥 洋蔥有可能會造成鸚鵡皮血 還有血尿 甚至有狂擔的現象 再來是蘑菇 蘑菇就比較特別 這種菌菇類的東西呢 其實也是不適合鸚鵡去吃的 他有時候這種菌菇類 譬如說我們吃香菇 我們炒菜的時候吃香菇 覺得沒有事對不對 但是 因為我吃生不吃的話 他有可能指定的危險 因為他的身體裡面 他沒有可以消化這些菌菇類的消失 所以會造成他消化不良的嘔吐 然後如果是更差的情況 還有可能會感衰子 要小心 我們吃的那個四季豆啦 荷蘭豆 你都一定要先煮過 因為這些 這些豆類的植物呢 你如果沒有煮過的話 他裡面有一個東西叫做植物性 然後血球瓶極速 這種東西呢 對鸚鵡是很不好的 有可能會造成中毒 中毒的症狀 就是呼吸會非常的極速 呼吸極速 然後噁心啊 嘔吐啊 然後腹瀉 這些 我們剛剛講到的這些蔬菜 都是不適合 灰鸚鵡 或是其他小型的鸚鵡吃的 來跟大家複習一下 好 蒜 蔥 蘑菇 洋蔥 還有豆類 豆類要小心 不可以太生死 OK 再來就要講到 一些比較日常生活的 一些食物 要小心 要避免給鸚鵡吃 這些食物 如果被鸚鵡吃下去的話 也都是會有危險的 好 第一個呢 就是含有咖啡因的食物 包含飲料 這些含咖啡因的食物 都不適合鸚鵡去吃 有什麼東西含咖啡因呢 不用多說 第一個一定是咖啡嘛 小心不要 讓鸚鵡在你喝咖啡的時候 靠近你 然後不小心喝到你的咖啡 然後還有巧克力 巧克力也是 含有咖啡因的食物 然後再來是可樂 可樂裡面還有咖啡因 對不對 所以這些也不適合你們去吃 然後再來是碳酸飲料 我剛剛講到可樂 它除了有咖啡因之外 它裡面還有加碳酸嘛 所以喝起來才會有冰冰涼涼 然後刺刺的 刺刺的這種口感 因為鳥呢 它的身體構造是不會打嗝的 它的那個氣壓會卡在裡面 根本出不來 我們剛剛講到這些飲料 包含那個碳酸飲料 跟有咖啡因的飲料 鳥如果喝到沒有咖啡因的飲料 會怎麼樣呢 它第一個它可能會心跳一直加快 心跳過快 因為它根本沒有辦法代謝咖啡因 這種物質 然後它神經會非常的亢奮 然後更差的情況呢 它可能會腦神經中毒 然後甚至死亡 所以這些飲品呢 在鸚鵡界、鳥界來說 就是很忌諱的 要平常自己在家的話 要非常小心這幾個 然後再來是牛奶 鸚鵡小時候會吃一些配方奶啊 像是那些穀物啊 泡筍水啊 或者是像A19啊 A21啊 這種 我們都知道 那個 母鳥在餵食幼鳥的時候 是 把它東西吃下去 然後再吐出來給它吃 鳥類呢 它的身體是沒有辦法消化 牛奶這種食物的 牛奶這種製品的 因為它的身體也是缺乏消化 那個 牛奶的酵素 然後再來是 酒精類的食物 酒精類的食物 酒精類的食物可能會造成 鸚鵡的 肝臟受損 所以要小心 再來是加工品 比如說零食啊 零食包含那些 養育片啊 油炸的養育片 它不但是過油 而且它過鹹 所以鸚鵡的腎臟是 非常有害的 還有糖果 也要小心 糖果那種小的軟糖啊 不只有可能會造成 鸚鵡的那個呼吸道 障礙 因為它有可能會噎到嘛 對不對 然後它太甜 的這一點呢 也會對鸚鵡造成很大的傷害 所以在生活上 這些食物要特別小心 經過了以上的講解 大家是不是對鸚鵡的飲食 有更多的了解了呢 我們養鸚鵡啊 在日常生活上 也要更小心說 哪些食物是適合給它的 哪些食物是忌諱的 然後我們要盡量避免它 去護食的這些食物 有可能中毒的食物 小哲有一些症狀SO2 是不是 大哲可能會使他致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Jack 我們下次見 掰掰